跨界创业需要很大的勇气 尤其第一次创业失败之后 那还要继续吗 这一位陈坤南 过去曾经在药厂担任高阶主管 一直有着创业梦 他看准了台湾首摇市场很夯 每年有500亿产值 所以他找朋友合伙开店 却因为太过贪心 卖的品项太杂 定位不够清楚 一年后惨赔700万收场 而突破困境的关键 其实是妈妈的一番话 母亲鼓励她 都要做东做西 那何不如专攻销路不错的招牌呢 于是他想了想 改以银耳作为主打商品 采用的白木耳 是在不用农药 恒温恒湿的环境下 所栽种出来的 而且他也一改过去市面上 普遍看到的做法 创新改用玻璃瓶取代塑胶瓶 虽然人工投料的方式 生产成辩比较高 但重视品质 加上成分简单 除了银耳枸杞和红枣 没有过多的添加物 这靠明确诉求精准方向 一年就卖出百万品之多 来看看它的二度创业 如何缴出漂亮成绩单 银耳本身它不是纯白色的 它是有点米白色 那它本身会有一股 大概芋兰花香的味道 宛如一朵朵盛开的牡丹 还散发一股迷人清香 这些不是花 而是有平民燕窝 支撑的银耳 很香耶 你看 整个这样进来 那种感觉都没什么样 陈昆南是专门生产生饮品的业者 采用这里的白木耳 制成银耳露 采收这一天 他一早就来到农场查看 要亲自确认银耳品质 银耳露会比较干一点 所以会看到稍微 银片会没有那么滋润 喷杂水雾仿佛生长在云雾缭绕的山中 在24度恒温的冷气房里 娇生惯养 一发现杂菌感染 立刻淘汰 这里的银耳不撒农药 采取还控栽种 从接菌到收成 大约40天 都像婴儿般被呵护着 我们利用设备去控制 它的温度湿度跟CO2的部分 那我们利用设施 让银耳处于 它的最佳的条件下去做生长 创业初期 陈昆南四处奔波 找寻合作的农场 前后找了七八家 直到踏进这里 才让它眼睛一亮 我一开始进来的时候 我看到它很像科技厂 然后又看到它 是用还控的方式来控管 其实我就很放心了 然后还控的一个状况 就是比较不会有 所谓的农药残留的一个疑虑 就怕干燥木耳 有农药或二氧化硫残留的问题 在原料选择上 陈昆南偏爱成本较高的 生鲜木耳 新鲜现摘的白木耳 整朵切下来 还得抢时间做这件事情 瞬间冰镇留住银耳的鲜度与脆度 运输过程也全程冷藏 直送加工厂 它切除来的时候 那个油度是不是我们需要的 我们感觉 太油也不可以 会碰底了 对 如果太粗就不太热了 陈昆南当起纠察队 不定时出现在加工厂 突击检查 银耳送来得先透过机器切块 保留Q弹口感 太粗太细都不行 size一定要刚刚好 切好的白木耳 整颗红枣和少许枸杞 一一投入玻璃瓶内 成分简单 透过瓶声 一目了然 那最重要还是在 落实裸实的革命 就是说 我们希望消费者看到 我们的瓶子玻璃瓶里面 它是完全看得到的 那这代表是什么 代表是说 你的东西要够干净 够纯净 不然你没有办法被消费者信赖 但传统银耳鹿做法 是切碎后利用大锅熬煮 再以机器自动充填 节省人力的方法 陈坤男舍弃不用 反而要求代工厂 以人工投料方式 替他生产银耳鹿 把银耳用人工投料 红枣又要独立 枸杞又独立 你要三个人工在做这个事情 它觉得太复杂了 那当复杂 你的人工变贵之后 你就已经卖不出去 原来我们走了一端之后 真的没有人愿意帮你代工 装好装满在宋记灭菌府内 高温杀菌 也因为制程太过复杂 一开始他全台跑透透 连续找了四五十家代工厂 都吃闭门羹 直到走进这里 三顾茅庐 才说服对方跟他合作 有一点是我们帮他代工完之后 他的产品的售价会非常的高 我觉得我们觉得 他有可能不会成功 当时家人觉得说 哇这个很麻烦 那当时我们积累他两三次 现在的陈坤南 一年生产70到100万瓶的养生饮 年营收五千万 很难想象在此之前 陈坤南是因品界门外汉 先后在银行和药厂 担任过高阶主管 年薪破百万 但他从小就有创业梦 因为我爸妈本身 他们本身就是创业家 那我们从小就看着他们一起创业的那个过程 所以我们可能就是因为血液流的这个因子吧 拥有这样的灵魂吧 所以我们就觉得 自己做老板好像也不错 看准手摇引商机和朋友合伙 风光开店 那直到一年三个月 产赔700万收场 我们从最健康的黑木而营 到最不健康的珍珠奶茶 全部都卖 然后我们也做青植 然后也做冰淇淋 所以就觉得有点复杂了 我觉得可能不够聚焦 这木的品质还不错 对啊 吃贵 我们都用好 负债累累的他 也想过回去再当个上班族 但母亲的一句话 改变了他往后的路 最记得他讲的一句话就是说 你做的这个东西 不是都对我们家的人都很好 为什么你不要继续做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 妈 啊我们买这个 自己做自己做自己做 你要买吃 然后妈妈就说 没关系啊 我们就拿来菜池 还有一些朋友啊 有些高官啊 然后我就跟我妈妈讲说 妈 你不要说生糗了啦 你这样 我们这样弄弄的 我们买去让人 到底能做什么营业啊 我们要做多久才能够回到过去 重新再出发 主打养生饮品 搭配台南东山烘焙桂园 和红冰糖做出的黑木耳鹿 就是他当时开发出来的 第一支产品 自己送货 自己在网路上投广告 每天货在这边多久 每天啊 从早上 不是去送货 就是在这里 这里 这里煮东西 差不多有一年哦 因为很难卖啊 家里这两三平大的空间里 是沉昆南的实验室 在这里诞生出无数灵感 和一支支饮品 妈妈看了心疼 经常陪着做到半夜 没有雄厚资本 先在网路上卖 靠着实实在在的材料 明确的养生诉求 客源一点一滴 慢慢累积 已经还开了实体店面 我觉得品牌这个东西 就是这样的意思 你需要一些时间去酝酿 然后慢慢积累 没有办法一戏就登天 尤其我们是做品牌 而且我们做的商品 又相对比较贵 创业是一场冒险 沉昆南勇于接受挑战 即使人生曾荡到谷底 他不轻易向困难低头 苦涩终究化作甘甜